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受到媽祖托夢宣布 角逐2020一時間媽祖話題發燒 臉書上出現網友揣摩各個政治人物 和媽祖對話得到不同結果 調侃時封大選意外讓媽祖很忙 鴻海的董事長不是嗎 我覺得他應該要蠻有能力 這跟媽祖是沒有差 把信仰放在前面會吸引部分的選民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中間的 還是希望聽聽他自己裡面 托夢說民眾各有解讀 但可以發現剛結束的大甲媽祖繞境 潛在候選人也搶著纏上一腳 因為媽祖信仰廣直人心 更能奠基參選正當性 台灣民間最普遍的信仰就是媽祖 奇怪 郭董的媽祖會托夢給他 那麼多政治人物都有去拜媽祖 為什麼大家其他的媽祖都沒有來托夢 有的說柯文哲你走了八天七夜 你也陪媽祖去繞境 為什麼媽祖沒有托夢給你 人家說柯文哲因為你都不睡覺 因為你晚上不睡覺嗡嗡嗡 所以媽祖沒有辦法托夢給你 政治人物必修媽祖政治學 無非就是要接地氣 而誰又最能助長聲勢 有大數據公司針對台灣18位神明 進行網路聲量分析 從四項指標發現 媽祖在社群關注度拿下 第一按讚數是財神2.3倍 而財神則是一舉拿下貼文數 擴散度兩項冠軍 如果是韓國瑜的話請財神也跟他的一個 他之前喊的口號嘛 他也是要一直拚經濟 經濟百分正是零分嘛 那當然拿財神是還蠻順理成章的啦 怎麼樣去運用這些話題提升自己的關注度 我想是這些候選人他們可以自己去評估的 威脅觀點當然僅供參考 台灣政壇離不開宗教信仰 形成一個神明各自表述 政治人物爭奪話語權 還是得拿出實質建樹 才能五百五百比 環宇星晚宏錫與張遠春 台北報導